三四十秒钟后 你再给它放松 放松的时候你做什么动作 做CRT 两行动作 转一转就会放松 然后再一次你再做一次 再转一转才可以放松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说 也许一次我被痛 穿的时候很痛怎么办 卡着头可以做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用同样的东西 脚把它弯到产生紧绷 产生约束力的这个点 这个我们叫做约束力点下面 做这个动作 这样弯的时候怎么样 脚用力往下踢 用力往下踢的时候 这个地方 腰部这个地方会用力 这样也是用最大力量去踢 最大力量去踢 踢十秒钟 放松 然后转一转 再十秒钟 放松 转一转 十秒钟 放松 转一转 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让你的背肌放松 这样了解吗 这个就是我们鼓握长脚 或者是鼓握撑脚的这个动作 那当然有的人被痛 可以做这个眼镜蛇式的生长 为什么 因为我们颈椎比较简单 颈椎就是这个地方 肌肉会平衡 但是我们背部的肌肉 它有前面两组 前后两组 还有颈椎有四组的肌肉 背部的核心肌群比较多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眼镜蛇式伸展 然后就放松 肚子的这些肌肉 肚子这些肌肉 主要是内斜肌跟外斜肌 这个是外斜肌 这个是内斜肌 这个是内斜肌 这样伸展 这样伸展 这样伸展也是一样 我们是什么 伸展到 约束力点 伸展到约束力点的时候 用力往上升的时候 用肚子的力量 让它收缩 收缩十秒钟之后 再放松 放松的时候 转动 转动 那怎么转动 CRB转动 建设性修行姿势下的转动 这个可以放松 我们前面肚子的 肚血肌 内血肌 外血肌 还有就是善用股具 背降 背降穿的目的是什么 再产生 再维持我们腰椎 往前的这个弦弯 往前的这个弦弯 好 或者是什么 准备使用肌贴 把它两边的张力 调得比较平均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肌贴的贴打 好 再来物理因子治疗 有的同仁会说 其实我拉腰 有的有效 有的拉完更痛 有的没效 为什么 因为在拉的时候 又没有保持这个姿势 现在看到这个姿势就知道了 这个姿势叫做什么 C P 对不对 就是建设性 休息姿态 下的牵连会比较好 所以各位告诉我 这个东西 它其实也有点常感 在那里 拉腰有效 一个了解就是什么 你在拉的时候 腰椎要什么 要有一个弯度 你要下面要放一个毛巾 放一个毛巾 把它弄起来 这样知道 所以有人说 如果牵连的时候 背部是不是一定要贴着这个地板 贴着这个机器的 好 所以做肠面 不是 反押的话 还是要这样子 CRP的姿势下面 它才会有效 再来 热治疗 刚刚讲过 牵连啊 便打啊 热治疗 这些是什么 被动治疗 被动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产生颅控的空间 跟时间 让我们能够进行我们的 不动治疗 所以刚刚跟各位讲 你做这个背部 刚刚讲的 转体啊 眼镜蛇啊 做的时候会痛 怎么办 不要硬做 这个时候 我们要选择 适当的被动治疗 可能是热服 可能是吃药 可能是贴贴部 对不对 把这些东西做完 到时候 你比较不痛的时候 再去做 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 主动治疗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那黄球也是一样 就我们把暗球也是一样 我们把什么 肌肉 把它顺一顺 这个也是属于被动治疗 跟按摩一样 目的在于什么 产生 无痛的时间 跟空间 让我们可以去做 我们的 主动的运动 主动的治疗 还有常常讲 善用辅具 善用辅具 搭到缩扣 不止半分前 对于下背部 善用辅具是什么 捲一个手臂粗度 善用辅具怎么样 放在楼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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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曾经 这个 北部 某一位这个 大型的 很有名的 这个 手机 游戏公司的 老板 为了被 特地打了一下 我跟他讲 他讲不大分 他这个 花了大概 一个钟头 跟他讲 最后的结论是给他 没有开药 没有针灸 没有打针 送哪一条 脑筋 有心 然后许一师 你送那一条脑筋 有够好用 他说我 每个人花很多钱 吃安棉药 都不只你这条脑筋 还有不是 我说放对位置最重要 放对位置最重要 放在楼上 先这样 他说我之前去换床 换枕头 还吃药 还去做什么都没有效 其实不是 我说 有效的东西 你还是要看主动 主动 主动的这个 运动 还有平常 站住的顺序很重要 今天没有这个 大家等一下 起来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 我们起来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这样起来 腰椎的腰力比较大 所以要起来的时候 最好是什么 侧身 扶着东西 慢慢再起来 这样腰椎的弯度 才会保持 所以大家有要解释 背痛的原因 这我们之前有讲过 知识 动力业的不大 或者是使用过多 修复不动 还有这是什么 不动 失能 肌耐力不足 这些东西 都很有可能 在我们的背痛发生 比较常见的 就是不动 跟肌耐力不足 那正确的几片之在 这我们上次行程 有讲过 所以我很快带过去 我们的头的重心 那我们看这个耳朵 前面有两个耳垢 这个耳垢的连线的妆点 这个鲜髓线 应该通过我们的这个 胸椎 通过我们的腰椎 宽部 膝盖前面 跟更塞 这个是我们重心线 是这样子 那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看这六条线 就是 枕骨 肩甲骨 腰眼 臀部 膝盖 跟小孩的连线 所以不然腰这个地方 你看 腰眼的连线 跟臀部的连线 它如果不对称 你知道什么 它有脊椎的侧膜 它有骨盆的高低 像我们这个发动的那样 它骨盆就一点高 一点低 这个东西 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的背后 好 那刚刚为什么想说 这个脊椎的姿态要 CRP 建设性修行姿态 就是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假设我们站立的时候 脊椎的压力是一反 在左边这里 你往前提供 你往前提供 往前提供 往前提供 它的压力是增加的 各位做的部分 比较轻松 往前提供 15度的时候 腰椎压力是暂时 1.10倍 你如果往前再买一点 1.8 有时候我闭下去 再看手机 看你俩 2.75 所以躺着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说 躺在床上做两后起坐 是很好 其实两后起坐 脊椎的压力是暂时 2.1倍 2.1倍 什么姿势最小 刚刚讲过 CRP 建设性的休息姿势 为什么要用这个姿势 因为脊椎在这个姿势下面 它的压力是会小 膝盖下面有一个抱枕 腰间放一个这个支撑 腰椎支撑度起来 这个就是腰椎压力最小的一个姿势 那再来就是各位 作者的时候 小压力最小 就是往后15度 然后手臂有支撑 这个背部的压力最小 但是你如果往前长时间 这样的时候 它会容易造成背部的压力增加 所以这个姿势要尽量避免 要尽量避免 好 那我们异常的脊椎姿态 除了脱背 刺弯 过前骨 都不行 为什么脱背 我们刚刚讲过 刚刚给各位师傅这个 对不对 脱往前 跟脱背的概念 是类似的 怎么样 这一步的这腰有两个筋肉 都会紧张 然后刺弯也是一样 刺弯也要不平静 还有人说 哎 过前骨可不可以 好可不可以 当然是不好 为什么 你过前骨的时候 怎么样 腰椎太往前的时候 后面的压力会去打到 过前骨的人 常常发生什么问题 小面关节 我们刚刚讲 小面关有什么动作 伸展加什么 旋转啊 所以你现在过前骨的人 距离小面关节 疾病只差一步只咬 你只要做什么动作 这样哇 就中了 所以异常的脊椎姿看 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好 那再来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弯曲伸展的时候 它除了压力和感变成 长度也会变化 举例来说 比腰椎 腰椎直的跟腰椎弯的 它的长度呢 会差到 大概一个椎体的弹度 一个椎体的弹度 一个椎体的弹度大概是够完 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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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刚刚有看啊 给各位做过 前头位造成重心 给你们了没有 手摸着腰眼 我一直往前 你觉得腰的这个腰也浮起来了 这个就是前头位 所以前头位并没有用 想象中能够 不容易发生 大家得试试看 在做的时候 做的时候 为什么常做完腰椎背后 有可能是你脖子太前面 这个叫前头位 刚刚跟各位讲过 这个自我检测 今天 大家有看多 好像是穿鞋子 对不对 如果有红蓝山 两鞋子 或者自己有 可以摸起来看看自己的脚趾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 这个 大家看看这脚趾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 我在长安大学上课的时候 你们学生眼睛看得很仔细 他说 老师你不知道 老师你那个 这个人的脚毛是金 是不是 他是外脚 我说你也看得太仔细 我没有注意到 那其实 我们在那个 美国 自由理层的效果 把他脚拍下来 你看他讲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 他是一二脚的脚趾 比较长 这种叫末顿四指 那末顿四指的人 有什么特征 走路的时候 我们脚的重心 通常是从脚跟到脚趾头出去 他的动力变 他的动力长致的弹响是这样 但是 一二脚趾的 正常的一二脚趾 是比一大脚趾多大 那他这个 一二脚趾比较长 末顿四指的人 会怎么样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健康 他会从这样 变成这样 好 会从这样 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会造成 大脚趾 容易往外方 往外方 有了 跟扁平组的关系 这一类的人 常常怀部会有伤 然后会造成膝盖 跟什么 相变 好 相变 那这个东西就是给各位分享一个概念 叫基金抹动力量 我们走路的时候 从来不是走 走 脚走脚 手走走 我们走路是什么 左脚右手 右脚左手 对不对 他是这样子感动 他传递的时候有一个顺序 这个我们称之为基金抹动力量 所以在传递的时候 这个东西 腿啊 脚啊 手啊 他是负责什么 肚子能产生动作 但是 腰背是负责什么 痛制动作 所以 身体在动很奇妙 你在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没有 走的时候是 手动 跟脚动 但是腰背呢 腰背呢 腰背是什么 不动 腰背不动 腰背是什么 颈包 所以脊椎的训练 跟身体其他地方训练 很大的不同就是 各位在手的 在脚的训练 都会强调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要做什么运动 让他产生正确的效果 训练的效果 但是在腰背 训练的观念完全不同 我们是什么 自动 身体 手脚 在动的时候 你的脊椎 你的背部 只要什么 好好的紧包 就可以 所以我们训练的观念 有一些不一样 训练的观念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 我们基金抹动力量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刚刚讲 莫顿是指 给民主的定义 他怎么样 给民主 脚会 容易旋转 因为他脚踩下去 容易转动 小脚会旋转 小脚会旋转 小脚会旋转的时候 膝盖 内外侧的韧带 大脚会旋转 大脚会转动 有的人会造成 汤物 跟药物的疼痛 这个就是我们 动力量失调 最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有些人被痛被痛 一到后来 有治有好 没治不好 或者是 会好会很丁 就是什么 因为他常常是 直部的问题 直部的问题 好 好 这也是一个 这个病人 看来给我们看 他是那个足底筋膜炎 碰七年了 碰七年了 来我们这边看 我们就看到 这是一个选手 他怎么样 脚趾口外方 而且他脚的怎么样 抠着 抠得很紧 抠得很紧 最重要是什么 他有扁平阻 低阻动 只是因为他是 力动选手 他扁平阻 低阻动的时候 他怎么样 脚会拨紧 脚拨紧的时候 他的足底筋膜 就是紧的 紧的时候你一直去 撞臂上 他的脚趾就不会好 所以他足底筋膜炎 碰了七年 施药打针 做部件 PRD 公尿酸 振国 全部都施工 花了十几万 来这边 因为我跟他讲 想要去跟他 用一个直光电 把直光撑起来 这下就好了 好结果他后来 往下工作 趋势 你给我脚痛 足底筋膜炎 哎我跟你讲 我背痛也好 对啊 动力也有关系 放力也有关系 好 好 正确的姿势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看 我们讲 有人常说 哎占三七度 占三七度 重点不是占三七度 重点是三七度之后 没有了解 比如说有两只脚 我讲 你如果占三七度 我讲六四五 六十四十 你同一只脚 还要一个增加一点 以两边 同边来说 他就是增加一点的背 所以你想 你如果是长时间 这样的姿势 在站的时候 一边六一边四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 产生背痛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在做 运动中心的时候 偏移会影响 我们的运动表现 好 之前我们在讲 那个高呼球的选手 你怎么样 在两个中口 让他们的开球的距离 可以从一百八十码 变成两半五十码 就是从这个方向 从他的脊椎 来去做调整 往来去做调整 往他的共力量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异常的脊椎 要怎么做 伸展的运动 好 同能有想到伸展 伸展就是什么 这个是自我检查 也是自我治疗的一个方法 一脚跟一脚背 然后从侧边去做切拔 好 或者是做这个 膝胸运动 膝胸运动 重点不在于膝碰到胸 重点在意思 你膝盖碰到胸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膝盖披出去的这个力量 披出去这个力量 就是什么 让我们背肌做什么 做 刚记不记得 三十秒放松的这个姿势 就是 很长收缩或放松的这个动作 所以膝胸运动的精神在哪里 在你膝腰到前後 你膝盖往这边披的时候 背部的肌肉会紧张 紧张三十秒后放松 它就可以放松 然后在做的时候 鞋跟腰 向腰自己的保持曲部 刚刚讲过 西洋肌 建设性休息之 看一下的要求力 刚刚讲过 做的时候 双膝弯曲 双膝壁满 腰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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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这些话我们可以起来 我们做深蹲 好 深蹲有做 双脚张开 腰肩同翻 双手平伸 手心向上 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膝盖不要超过脚掌的前面 我们就是慢慢慢慢 往下蹲 往下蹲 往下蹲的时候就好像上厕所一样 我们全部保持 往前弯的这个情形下面 往下蹲 蹲到大腿 跟地面平行 这样的姿态这样蹲 然后再慢慢慢慢起来 好 大家等一下下蹲可以试试看 你如果没有做过 做三次 就应该试试看 为什么 这是我们核心 背部核心肌肉 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 好 所以平蹲 身分操 这个可以做 那有人说 其实是 我平衡不好 我这样蹲的下去 怎么办 可以做 扶着椅子身分 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扶着椅子做 这样身分 你会发现 有扶着东西 就会比较轻松 后面有东西在做 你就可以试试看 有扶着 但没有扶着 其实有差 有差别 好 好 这个 我再用多了一下时间 因为这个人 还是把他讲的 好 被控 为什么会对性循环 因为 紧动之后 人会产生 遇痛之汗 遇痛之汗 会造成动力量的失调 会造成 套门的磨损增加 造成 挫折 造成 动力降低 这个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一个轮胎没有气 怎么样 开车车子就会偏掉 偏掉的时候 你套门会增加 控制会不好 很容易会发生 什么磨损 这个叫恶性循环 那被控 被控 会有什么恶火 到后来 全身都控 慢性的被控的人 还有我们是 第一句话 他想 整身很疼 你说你到他 你到他就 这样 整个 整片被控 为什么 多数化 然后再来 信号 会放大化 我们常讲被控 一加一 大零二 一个背后 再加上一个牙痛 会让你痛 很欲生 因为两个 训练不会倒汗 还有这是慢性的病人 愿失的病人 你问他 痛在哪里 他不知道 我全身都痛 那我全身都痛 那问哪里最痛 万万灾 我不会讲 还有就是 很多都会核病 其他的症状 其中最有的就是 高血压 高血压 那这个如果大家 都不清楚 病人只要讲这个 大概就是 我这个是什么 细胸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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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风 下雨 海风要来 这个东西 会变得比较危险 这个大约都是肯痛 变久之后的恶果 大红 口头 海鸡 温度 湿度 气压 感觉之后 病人就会 产生这样的症状 产生这样的症状 那说病人 不理他 刚刚讲 什么都做 第六个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是不是没事 其实 不会 这个是 二零一七年 如果年纪错的话 做的 丹麦 在土壤 做的这个 研究 丹麦 对不起 丹麦 找双胞胎 来去做研究 一个有脊椎痛 一个没有脊椎痛 后来发现什么 有脊椎痛的 全婴死亡率 心血管死亡率 比他的双胞胎 没有被痛的 高13% 所以被痛 会不会早死 会有要小心 要注意 所以这 我们刚刚讲 大家看过去 大家一定会想知道 说 丹麦 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丹麦 丹麦 你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 同样的研究 他会告诉我们 越轻微的 完全恢复的比例 反而比较低 越严重的 比如说有理的 完全恢复的比例 有多少 42.9 这告诉我们 两句话 第一句话 被痛的发生 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 大喝 大奶 医药部就是什么 很严重 医药部就是什么 很轻微 大大大 医药部就是什么 急早治疗 急早治疗 为什么要急早治疗 一直要急早 急早 主动治疗 我们回到 我们的观念 有人会说 徐姿 你讲那么多 肺癌是痛的 肺癌是痛的 那我怎么知道没有改善 这时候 提供大家一个 很大 本来这个痛 如果是冷罩 会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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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主动治疗 经过治疗 他从大的 变成小的 从会痛的 變成不會跑的 這個東西從大變小 從會跑變不會跑 這個我們叫做症狀集中化 症狀集中化就是什麼 就是改善的績效 所以它會做從大的變小 從遠的會跑的變成不會跑 就是改善的 反之如果它從小的變大 從不會跑的 變成會跑到腳去的 這個我們叫做症狀周邊化 這個就是變差的績效 這個請大家可以去的 同樣是痛我們怎麼知道 你們要來唱 被痛還是痛苦 我幫你開刀嗎 這個是一個 在2016年新蘭菱學雜誌報的一個個案 一個三十件眼鏡 白點頭右點頭 你看這個地方這些蠻合作的 但是呢它是經由物理治療 跟搭配物質的 它的結論是什麼 開刀跟內科治療的方法 長時間是相遇的 所以以前我們的老師 這個可以去看這個 我的老師 因為是江神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那以前那個神書叫 背部容的神書 就像什麼 鐵錘敲 玻璃上的殘影 你敲了以後 殘影是一定會死掉的 但是玻璃也被你敲破 就告訴我們什麼 開刀一定要很小心 什麼是要討論開刀 第一 大小便失禁 拿爲症候群 人家到神經 這個要保證 第二 肌肉 臀部 腳的肌肉 萎縮 變小 或者是什麼 無法控制的疼痛 這種疼痛 夜間休息 但是這個也可以請大家注意 如果這種疼痛自己睡著 會讓你痛到再醒過來 那為什麼有的開完刀 重新會發生疼痛 請給你 第一個 感染 開完刀 傷口感染 現在大家調到比較少 還有那什麼 癒合不好 比如說糖尿病 起腎 這一個病人 傷痛病的病人 或者是什麼 那個地方有結交 結交 或沾滅 或者是什麼 這個 我們一個新的異體 有機會跟飛交 叫開刀的地方正常 但是開刀的上面 或開刀的下面 產生新的問題 這我們叫做 臨椎病 臨近脊椎的 心毛病 心毛病 所以你常常就會 開刀完之後 你去找原來的 指導醫生說 醫生我這個開刀沒有問題 醫生沒有問題 開得很好 你沒有問題 但是我還是被告 新的問題 這叫什麼 臨椎病 那怎麼避免臨椎病 主動治療 剪除 致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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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 讓主動治療 讓你不要感染病 好 好 那有的時候 這個常常會這樣 砸眼的 脊椎 脊椎啊 你如果看到這個眼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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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很小 有時候 照起來不見得 看得出來 但是你發現這個眼睛一顆不見了 脊椎在窄眼睛是什麼 他告訴你 他要產生問題 通常是什麼 通常是脊椎感染 感染 那大概這裡的數據 我們的經驗裡面 脊椎感染有一半是不會發燒的 然後差不多接近一半 白雪球不會高 所以有的時候 到後面 才是會發現這個 所以 久久大家看到 每天大概都會有一些 不知道說什麼 脊椎的感染 或者是 腰大肌的 膿癢 這些東西 在這些病人 有時候要小心 要小心 那 為什麼 因為脊椎 如果感染 他的病 他掉 這個我們叫 壓迫性骨折 壓迫性骨折 怕不怕 還好 怕 但是不怕 我最怕 我們最怕的 寬關節骨折 寬關節 要是跌倒骨折之後 這些病人 在一年內 死亡的比例有 超過50% 所以 為什麼 我們說 脊椎骨折就要很小心 為什麼 脊椎骨折 下一步 就是 跌倒就是寬骨折 寬骨折就是什麼 離死不原 因為 跌倒以後 一年內癌 不會有過失 所以這個不要很小心 好 那 健康的警訊 大家注意 就剛剛有講到 大小便 失禁了 這個問題 這一拜跟各位 分享一個例子 這也是一個 我們的醫院的 清潔的同仁 他也是有一次 來跟我講 被控 被控 然後許一次 我這個被控 我在看診 我早上八點半 看著我大概八點十分 就會到完整 他就八點已經在診間 他說 許一次拜託你今天 一定要給我看一下 他說我這個被控 昨天 很不舒服 我就叫我喬一喬 喬一喬 喬一喬 結果更痛 痛到晚上都睡不著 整晚都睡不著 晚上都睡不著 一喬一喬 你能不能看診間 先幫我一下 幫我看看 什麼問題 好 大家知道 晚上睡不著 整晚睡不著 一喬一喬 痛到 一喬一喬 大小便士忌 三個開刀 表現有兩喬 我剛剛說 你去做可治控症 來做完 做完 這個時候可治控症 開上了 我們發現什麼 他在哪裡 在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健康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 脊椎的外面的 硬脊膜像出血了 他因為很大的意料 就是要去 揮脊的這個情形下面 造成這個脊膜 蜘蛛膜出血 出血的時候 去壓迫到神經 造成他的 好像要漏尿 好像碰到晚上睡不著 整晚睡不著 這種痕痕 結果後來為了這個 趕快緊急加油去開刀 緊急加油去開刀 九點就讓他上去開刀 好 就兩套兩套 看一看 這個就是 那時候我們造成的 應景而下的一個出血 這個就是 不可心呼的下背刀 那這裡 也是一樣 跟各位講 拍刀 那開完刀 以後要做什麼 我常常講 幫他思考一下 今天你如果 開完背後 開完刀 開完刀的 回天早上起來 就痛了 對不對 如果痛的時候 你再來要做什麼 好大家想想看 今天被痛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個 開完刀的被痛的必然 你隔天起來你要做什麼 這個我們叫虛擬手術 怎麼虛擬 剛剛那個 我們 陳子英來講 明年 那個下一次那個 利益主任要講的 AI 我們來講一下虛擬 然後講一些 虛擬手術 虛擬手術就是 你想像你 被痛痛到不行了 開完刀 隔天早上起來 你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做正常的 消除 引發 疼痛的原因 對不對 開完幫你沒有固件可以做的 你不用吃藥 你不用做 揮拿整體 你都不需要 這個時候你需要做什麼 消除 引發 疼痛的意思 就是我們剛剛講 諸惡若做 對不對 再來就是 從這個 開始做什麼 無痛的動作 跟模式 跟生活習慣 對不對 你先從一個 不會痛的動作先起來 然後漸漸做 然後幾組 不會痛的動作 這個叫你的模式 最後什麼 讓你這個生活 這個都不會痛 就是從動作模式 到生活 是不是 無痛的動作模式 這叫什麼 諸善奉行 諸善奉行 那你會說 行走運動 對脊椎這一排 就是行走運動 我們剛剛講 手擬動 腳擺動 腳手是負責產生的動作 脊椎目的就是 好好維持肌肉張力 好好維持 所以行走 不是只有練手跟練腳 至少 練往脊椎的穩定度 穩定度 就行走運動 還有就是 個人化的訓練很重要 所以每一個被控 連一個不一樣 我們要個人化的訓練 好 如果 最後一個 如果這些 都沒有效 該怎麼辦 第一個 要安心 內科的疾病 還有 先天性的 骨頭的立場 還有 運動的方式 可能是錯的 比較健康 我們來講 內科疾病 比如說 腎臟 結石 輸尿管 結石 或者是膀胱 或者是女生的卵巢 男生的前月腺等等 或者是 心臟這些地方 它都會在器官 產生一些轉胃痛 這叫內臟的轉胃痛 這個 也請大家看一下 通常跟要被有關 大概就是 腎結石 需要打結石 等等 或者是膽癌的問題 另外一個 上次我們講過 這次還是一樣的提醒 看病人 或者是看自己 有沒有被控 一定很重要 怎麼樣 衣服要拉起來 自己看 或者是照自己看 這是我們的 有訓人的左手 有訓人的左手 什麼 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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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看他前面後 就知道 帶狀套疹 帶狀套疹 大家不要覺得說 帶狀套疹是把人家來發生 這個在懶人的 年輕的 運動的多數 也會發生 那這個早期的發生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種病人 他有時候他痛 他看你們看 他會貼藥布下去 貼藥布下去之後 更痛 撕起來 他覺得很刺激 貼藥布 其實不是 通常是 帶狀套疹長起來 長起來之後 跟這個皮膚 貼的這個 藥布的起反應 他覺得很刺激 吃起來 貼的是藥布 其實不是 所以請大家 還是要注意